你真的会用MK47吗?究竟哪种射击模式最好用?今天带你真正了解MK47 MK47是一把地图步枪,使用7.62毫米子弹,初始有单发两连发两种模式,装备撞火枪托后默认变成全自动模式 初始弹容量20发,装备库容弹芽后增至30发,具体属性是这样的 达身体是47点伤害,达头部是110点,达四肢是21点,达脚是12点 射速有三种,单发模式射速为6.71发每秒,两连发模式为9.01发每秒,全自动模式为6.85发每秒 秒伤也有三种,单发模式秒伤为315.37,两连发模式秒伤为423.47 全自动模式秒伤为321.95,100米距离衰减1点伤害 装了弹匣后,打完子弹换弹为2.3秒,流油子弹换弹为1.9秒,子弹出速为750米每秒 配件方面,能安装全部的6个配件,描具方面,建议近战选红点 中远战当射手部相用就选6倍镜,将后建议安装补偿器 因为初始后座力偏大,能提高稳定性 握把能装全部的6个握把,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这里推荐两个,一个是垂直握把,能大幅降低垂直后座力 另一个就是轻型握把,提升远战的稳定性,加快转型恢复 弹侠肯定是快过弹侠最好,加快换弹和提升弹容量 枪托能选撞火枪托和战术枪托,想用全自动模式就选撞火枪托 不想用就选战术枪托 MK47的优点是单发伤害高,子弹出速快 配件很丰富,是7.62步枪中远战最厉害的 三种射击模式中,两连发模式射速最快,秒伤最高 其次是全自动模式,最后是单发模式 所以近战还是更推荐使用两连发模式 远战推荐用全自动模式,适合全距离使用 这次是全自动模式,适合全自动模式